凤九抱着狐身的梓华一路飞毁了青秋 梓华就算待在她怀里也不安分 一会打个滚,一会翻个身 这蹭一蹭,那摸一摸 搞得凤九一边掐云绝,一边默念清心咒 你,你乖一些好不好 凤九简直对梓华脸皮之后无言以对 熬怀里传来一声闷哼 紧接着,凤九明显感觉到怀里的毛团埋得更深一些 还凑到她的胸前蹭了一蹭 凤九的脸上立刻密密麻麻地布满了黑线 不能打她,不能打她 她还有伤在身,碰不得 凤九被迫屈服于梓华的杖伤欺人 一到狐狸洞,凤九就一把将她摔在了石床上 当然,她只用了两份力气 熬紫华瞪起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 看得凤九心里一阵痒痒 殿下好疼 我的天哪 凤九不禁怀疑是不是这次重伤伤到了她的狐狸脑袋 可旋即,紫华开始一声,接一声地喊 殿下我好疼 诚然母心泛滥的凤九受不住她这接连的喊叫 她开始触着紫华的皮毛检查她到底是哪里受了伤 紫华直起身子来,将头凑到凤九的脸颊处,用舌头舔了舔 殿下,我饿了 那你待在这边洞,我去给你做饭 凤九一心想先甩掉这个包袱,变头也不回地走了 自从这一次的事件过后,凤九便觉得紫华有些不对劲 比如她越发地黏她了,比如她对她越发温柔了 在她做饭的时候,她经常会出其不意地掀在身后一把将她拥入怀中 在她不小心摔倒的时候,她总会第一时间上前来揽住她纤细的腰致 凤九觉得自己似是深处梦境当中 那心底深处的影子,总是会跑出来,与她的身影重合在一起 她其实很想把紫华当成帝君 可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诫她,提醒她 她不是帝君,帝君不会如此温柔地待她 不会对她撒娇,不会 出现在这里,也许紫华是真的喜欢她 也许她也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可她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喜欢上她 因为她的心早在很久以前就被那个人填满了 凤九想心事的时候常常会坐在往生海边 这一点紫华也知道 于是她坐在她的身边看着她思考的模样 心里只觉可爱 殿下,你在想什么? 紫华 她轻轻唤一声,面色乎地变得凝重 凤九如此正经的模样很少出现 一般不是非常大的事 她是不会露出这般表情的 我知道你喜欢我,我也看得出来你对我很好 可我就是没办法喜欢上你 因为我的心里很久以前就喜欢上了另一个人 你很像她,可我却明白你不是她 紫华听罢,本能地拔出腰间的剑 身上燃烧起怒意的火焰 那我与她比试一番便是 这傻劲倒是像极了当年的她 凤九苦笑拉住她的手,平息她的愤怒 没有用的,即便你赢了,我仍然无法移情到你身上 何况,你根本就赢不了她 你也不可能有机会和她比试 现在,她在哪里,我都不知道 说着说着,凤九的眼眶湿润了 紫华看不得她这个模样 一股浓烈的悲伤涌入心房 她想安慰她,下意识地,一个陌生的称呼滚到嘴边 九,话还是出了口,让两人揭一愣 你倒是挺聪明,能猜得到当年她对我的爱称 即便她能叫出她最爱听的那个名字 可你终究不是她呀,紫华 可她多么希望此时此刻坐在她身边换她酒的 是她呀 以后不要再换我殿下了,紫华 凤九勉强扯出一个微笑,换我酒,好吗 即便这是自欺欺人,可她也想做一回这样的梦 也许让紫华陪着她做梦有些自私 可她除此之外,别无他求 好,酒,只要是她的要求,她都会答应 紫华现在倒是生出了和苍蝇一样的想法 她总有一天会喜欢上她的 想听听她的故事吗 她和我的故事 嗯 凤九带着五味杂陈的心情,唯唯道来 从出狱到跟随 从唯碧到画糊 从断尾到离别 如果唱出来的话,倒是一出不错的戏 也只能是戏 紫华听了这虚余几百年的爱恨恩怨之后 倒是隐隐有些明白 为什么她会如此爱着她,刻骨铭心 只是心中的愧疚之感 一刻也未曾消去,反倒更为强烈 她如此负你,为何不弃了她 我只是放不下疤了 凤九的两行青泪终还是流了下来 我放不下与她的过往 放不下凡间那一场梦 而她在天门外说的话 让我知道,其实她也是喜欢我的 我知道我其实是鼎鼎绝情的一个人 或许是还没到半年聚会的时候吧 越说越烦躁 而一烦躁,凤九就喜欢喝酒 喝哲言的桃花醉 桃花醉的后劲着实猛烈 她已经是双颊熏红,眼神模糊 九,朦胧中 那个头戴金冠,身着龙袍的皇帝 似乎又回来了 陛下,九好想你 你到底去了哪里呀 连梦话都显得如此伤情 我就在这里,来抱你回去 你不要走了好不好 我不走,我就在这里 子华觉得这样便好 在抱她回寝殿的路上 一直这么想着 或许她现在把她当成了另一个人 可她说想她,不让她走 她真的好开心 她觉得有了安全感 她的温柔有了规矩之处 将她轻轻放在床榻上 正准备离去 突然,袖子上传来一阵大力 向后一扯 她们的脸煞时便只剩一两寸的距离 凤九倒丝毫没有 估计到这不太合适的距离 她抱住子华的脖子 手一勾 二人的唇腹在了一起 许诗刚刚染了些寒气 她的嘴唇有些凉 她的睫毛一扫一扫 让她感觉有些痒 子华的目光中多了些什么 她闭上眼 感受着让她陌生又兴奋地闻 随即她的舌头不安分地动了 许诗醉了的缘故 攻破她的防御没有多难 香甜的味道从她的嘴中传来 子华似是沉迷在其中 贪婪地吸吮着 她也卸下了所有的心房 沉醉在这初次的缠绵之中 这一切像是浑然天成 不需要有人教她 只需要肆意地释放 对她的爱意便可 那似有似无的桃花味 再次顺着窗子飘入 渲染着这份温柔 清晨的阳光照在凤九 略显疲惫的脸上 此时此刻 她正在狐狸洞外的草地上 看着烧得正望的火堆 看着子华给她烤地瓜 以子华的厨艺 凤九实在不敢 让她进厨房 子华思来想去 也就只有烤地瓜的做法 最简单 最容易掌握 她便寻到了机会 给凤九做一顿早餐 树枝插着饱满的地瓜 在火堆上来回翻滚 渐渐散发出她独有的香味 子华二话不说 迅速地将地瓜挑起来 冷却后递到凤九面前 酒吃吧 哦 凤九有些魂不守舍 她还在想昨晚那个梦 对于陛下来看她这件事 凤九早已习惯 每当她喝得不省人事的时候 她都会悄悄出现在她的梦中 可从没有像昨晚那样真实过 她甚至怀疑过一顺自己的昨晚 是不是在梦中 记醉了酒 那便无论如何都记不清了 可昨晚的那人 比往常温柔许多 也大胆许多 果真是梦 果然只有在梦中 她才会离她如此近 她才能见得着她 若是在现实中 那个人 是怎样都不会来的吧 就这么想着 泪不自觉地又滴了下来 滴在冒着热气的地瓜上 凤九咬了一口那地瓜 田中混着几丝闲色 不知是因为梦华没将她烤熟 还是因为悲伤的眼泪实在色人 凤九的如此模样 映在梦华的眼中 心口生疼 她怎么舍得 让她心爱的九儿如此伤心呢 可她仍是无法走进她 心里最重要的那个位置 她不怕 有的是时间 可她就是不想让九儿受委屈 那个人 竟能让她如此上神 她是个混账 九儿 子华缓缓开了口 你不必为那人如此上神 凤九抹了抹上唇的眼泪 侧过头 看着表情微怒的子华 其实对于她 凤九知觉地惋惜 偏偏认上了她这朵残花 他们九尾狐一族 有多死心眼 她不是不知道 若认定了一人 此生便非她不可 她不希望子华和她一样 认定上一个毫无结果的人 徒增烦恼 可凤九又不知如何劝起 她连自己都未能劝得动 又何来的经验去劝戒子华呢 我没事 子华 你其实也不必为了我如此愤怒 兴许过一段时间 你记忆恢复了 也能遇到你真正的天命之人 与她结伴 个人有个人的机缘 你倒是也不是 我的天命之人 是久而你 我此生相伴之人 也会是你 不会再有别人 子华挪了挪身子 将她揽入怀中 凤九没有抗拒 她想着 子华抱着她 兴许也能好受一些 十里逃临 哲言方才落脚 等候了多日的白真上神 便从木屋中走出 略有些担忧地看着她 小五怎么样 一切无碍 只待养着便好 想不到不过一千年 她和叶华 就又有了子嗣 白真感慨 凤九又要多一个同辈的虎仔了 说起那丫头 她最近 好像和那个士仆相处得不错 白真多多少少 也听哲言说起过子华的事情 除了与众人一样的惊讶外 倒是生出了不少好奇 那少年 倒是喜欢小九喜欢的锦 哲言捋了捋袖子 而且她虽未飞升上仙 但却肯为小九豁出性命来 真真 你说我们要不要劝劝白亿 接受这个上门的如意郎君呢 我二哥那边倒是好说 倒是凤九那丫头 她现在态度如何 是否真的放下虔诚了 我看未必 哲言孝道 她自知忘不了东华 就找了这么个替代品 来蒙骗自己 若是往后一直如此下去 怕是对那郎君不公啊 也罢 终究是他俩的事情 我们也不好横插一脚 说起来 那丫头最近也太过懈怠了 七万年来不是一直如此 你又何必操心 这次不一样 蛇言的表情一瞬间严肃起来 我最近推演星象 发现一件重要的变故 她飞升上仙的雷结 就在不久之后 白真的笑颜 立马消失的无影无踪 具体多久 不出一个月 哲言叹气 以她现在的修为 未必抗得过 那最厉害的第三道雷 那丫头还不知道 我们得通知她 让她早做准备菜师啊 不错 我也得背下丹药 万一她扛不住 也好保住她的命 只是我好奇 如此大的消息 那个老家伙 居然没有半点动静 也是 不过据说 私命现在找她 找的都快疯了 我本以为 她是寻了个地方自在逍遥 蛇言说道 没想到她竟消失的 如此彻底 恐怕是 遭遇了何种变故 自身难保 不然 她一定会到 我这逃临来 交代小九飞升之事 能让东华帝君 都自身难保的事情 到底是什么 白真起了好奇 不知道 她身上担了太多密心 连我这个老铜窗 都无从知晓 折颜遥望天空 欲从繁星当中 看出些什么 穷顶的正东方 一刻闪耀着紫光的星星 凌空悬挂 若那星还在 东华便安然无恙 放心 她现在没事 这四海八荒 暂时也不会有变故 我们能做的 只有静观其变了 得知自己 即将飞升上仙的凤九 彻底收敛了顽心 日日夜夜 守直逃住在后院练习功法 其实 她不是没有幻想过 寻个人来帮她 挡了这天雷 当年姑姑飞升之时 便是墨渊上 神替她挡下了三道天雷 可不说自己 并没有如此 一个宠徒弟的师父 饶是她爷爷 和折颜上神 都一定不会 陨下此事 如此便只有 淋着磨枪了 休息个几日 总多一分保命的机会 练着练着 那紫色的身影 忽然又出现在脑海里 她要飞升了 那她会来吗 凤九知道 这个问题的答案 肯定不会是 自己期望的那样 以她冷冰冰的性子 怕是不会在管上自己半分 飞升上仙 她便再不会有陷入 凶兽袭击的时候了 她也不会再来救她了 已经回不去了 她不再是那只随意出入太成功的小狐狸 她是女军 而女军 就要有担起责任的觉悟 那这天雷则必须要自己来受 刨住的渐渐舞动的又快了一些 紫华端坐草地上 看着几步开外 沉迷于武剑的凤九 她的裙摆随着剑锋飞扬而起 似一朵含苞欲放的芙蓉 狭气而不是娇媚 她不知要用何种词早来形容这一幕 凤九的身影越发让她着迷 以至于恍惚肩忘了自己 心随她的身影而动 一个月的时间与神仙而言 不过是弹指一挥间 忽有一日 晴空万里的青秋冬荒 煞时乌云密布 云层间闪过丝丝电弧 白家人早就知道 此是小九的雷解 白家人皆围在往深海盘的空地上 看着中央持剑的凤九 七万多年的修行 此刻到了验收的时候了 小九不会有事吧 醉疼凤九的姑姑 白浅上神紧紧抓着叶华的袖口 一句话满是担忧和惧怕 叶华顺势将白浅揽入怀中 一边俯着她的心口一边说 不会有事的 浅浅莫怕 胡迪白指和凤九她爹白意 则是各自安抚着满脸心疼的胡后 和凤九娘 她们白家孙辈唯一的小弟姬 如今终于也要面临这般大劫 也难让她们不担心 从此处便能看出 凤九如何得了和足圣宠 凤九倒是一点也不揪心 她不是一个容易紧张的人 自几百年前她便能勇闯天宫 如今在女军的位置上 也早就练就了一身 楚边不惊的本事 不过是天雷罢了 还能比段尾更痛吗 想着天空中雷云翻滚 一道闪电裹着白光劈了下来 不到一秒雷已到面前 凤九运转仙气 凝成一片紧贴身体的仙杖 哄 雷劈在仙杖之上 白光流转 凤九随即发出一声闷哼 这不过是刚开始 竟已如此吃力 天雷可不会歇息 第二道闪电伴随着滚滚雷声而来 喀啪 凤九那弱得可怜的护体 仙杖瞬间破碎 天雷的冲击之力打在她身上 凤九一个亮呛摔倒在地 赤红色的血密鼓的流出 染红了粉绸裙 第三道雷已经劈了下来 凤九吓得闭上了眼 小九 白浅第一个按捺不住 想要飞身上去 可就在此时 一个紫色的身影闪过 落在凤九跟前 紫华 想象中的疼痛并未到来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熟悉的 温暖的怀抱 第三道天雷的力量最是厉害 尽数被引到了紫华身上 钻心的疼痛煞时传来 可她仍将凤九拥得紧紧的 不让天雷的力量传到她身上 九 凤九有一瞬间的恍惚 待她认清面前这个人是谁时 焦急万分 紫华 你为什么要帮我挡天雷 你还有伤在身 受不住的 我 我不能让你受伤 我 我要保护你 天雷的伤害实在太大 以紫华为身上先之身 能抗住 已数不易 她的意识 逐渐涣 晕了过去 紫华 紫华 凤九忘记了自己的伤也不轻 拼命地摇着紫华的身体 她没有反应 凤九的泪流了下来 你怎么这么傻 这本就是我的雷杰呀 你为什么 她哭得越来越厉害 半赏 不知是受不住伤 还是悲伤过了头 也晕了过去 折颜上神第一时间 冲上前来 给二人好脉 喂药 白浅表情凝重地看着 那相拥在一起的二人 她的思绪 仿佛回到了七万年前 自己飞升的那个晚上 当知道是师傅为她挡了天雷 她哭着跑到师傅的闭关之处 只想看一看她的伤 她很在意师傅 不然之后 也不会用心头血养着师傅的先体 七万余年 小九对紫华也是颇为在意的 而且她在意的那个人 也对她情深 竟以身躯替她挡天雷 白浅看向了 站在旁边一脸震惊的白衣上神 白衣此时的心情 可谓是十分复杂 她对紫华的印象 开始不是很好 不过 这是因为她与帝君相像 近期她做的种种事情 皆说明了 她不似帝君那样冷漠 而且她倾心于自己的女儿 这个相似又不是的人 倒是一个不错的对象 送上门的好女婿 怎能不要 白衣不禁十分满意地笑了笑 老凤凰 小九怎么样了 白真此时此刻 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关注旁的时 一门心思全在小九身上 她二人都无大碍 只是小九受了两道天雷 鲜缘受损 须睡上一段时间 紫华虽挡了那最厉害的一道雷 又有伤在身 但好在她并未损疾根本 恢复能力又强 不过几日便可苏醒 那就好 折言的话 如给白家众人皆 灌下了一颗定心丸 凤九这几日 为了准备应对 雷杰劳神劳心 此番又受了重伤 便睡了一个天昏地暗 大有要就此睡上几百年的趋势 可白家一众 上神界因有正无妖事 便积极地都赶回了所属封地 就连凤九叠白衣裳 谁也没有例外 到头来 在狐狸洞里看护凤九的 便只剩下了姑姑白浅 和长居桃林的白针和折眼 哦不 还有一个人 紫华 正如折眼所说 她没过几日便行转来了 自那一天起 她一直守在凤九的床前未挪一步 衣不解带 不眠不休 几日下来 浓重的黑眼圈衬着她的面色 分类憔悴 折眼送来的药 皆是由她亲手灌下 姑姑送来的吃食 她也常常搁在一边 到凉了也不动一动 其中情意令白浅和白针无比感慨 可其中的痛恐怕只有紫华自己知晓 凤九沉睡的三月间 紫华第一次体会到了 何为孤独 用一个字形容便是空 宽大的寝殿寂静的可怕 仿佛一个无底深渊 她的心底也被生生取走了一大块 无论如何都填不满 凤九一天未醒 她心上的恐惧便深一份 夜深人静的时候 在所有人都看不见的角落 紫华常常对着床上凤九的睡颜 说一些什么 九儿你是累了吗 九儿我的伤已经不痛了 可是这里痛啊 九儿你知道吗 替你挡下天雷的那一刻 我是幸福的 因为我保护了你 九儿梦里的世界很美好吧 我多想进入你的梦 看一看里面是何种风景 九儿我想你了 快点醒来吧 没有她的日子分外难啊 姑姑白浅有些看不下去了 这些日里她 白真和哲言不止一次的跟她说过 只是雷杰伤了先缘而已 并非不治之症 可紫华就是不愿离开凤九的身边 就仿佛若是她离开了便会失去凤九一样 她到底经历过什么 以至于小小的雷杰之伤都让她如此恐惧 恐怕连她自己也不知八 不过恰恰说明 紫华对小九的事情还是十分上心的 这便是最重要的品质 白浅上神摇了摇头 这紫华倒是一直在给他们惊喜 让她这样等着也是苦了她了 所幸老天并没有让紫华苦等太久 三月后的一天 躺在榻上的凤九 眼睛终于打开了一丝缝隙 身体已经游进灯窟的紫华 拼着最后的毅力保持着那份清明 她看到凤九逐渐行转 坐起身体来的时候 灵台上下都被一股浓烈的喜悦冲刷着 她紧紧握住凤九的手 九儿你终于醒了终于 紫华我这是昏睡了三月的凤九 对眼前的情况有些迷糊 凤九柔柔眼打量了一下面前状况 不算很好的紫华 她本来建树的身躯轻瘦了很多 周身的气责也很虚弱 一张俊俏的脸上顶了两个黑眼圈 这不免让凤九很是心疼 紫华你一直守在这里吗 紫华不打 你为何要如此做 还要把自己搞得这么虚弱 我不过是昏迷了而已 挤到天雷 还要不了我的命 凤九不解 紫华拼着最后一点力气 抓住了她的手 你知不知道 你究竟受了多重的伤 她的语气有些怒 纤缘上的伤 不是那么容易便能恢复的 你若是出事 叫我怎么办 在这三个月当中 紫华还真想过 若是凤九有个三长两短 她会怎么样 她大概会伤心欲绝 失去所有理智吧 若真到了那个时候 她会做出什么来 或许连她自己都无从知晓 凤九被她这副样子 吓到了 她从没见紫华如此生气过 像闯了祸的小女孩般 凤九的身体有些发抖 不自觉地缩了一缩 刚想动 却不小心扯到了伤口处 疼得撕了一声 紫华似乎也是从 方才的思绪中回过神来 察觉到她可能激动地过了 吓到了她 便松开她的手 扶伤她的脸颊 很痛吗 凤九其实是很抗拒别人碰她的 除去自家亲人 还真的没有人敢 如此亲近地碰她的脸 可凤九就是没有躲开 她想着 紫华也是关心她的 或许她不懂得如何去关心 可她作为 深明大义的一个神仙 理解她这番举动 并对她的真心给予回应 乃是理所在 还好 不怎么疼 比起几百年前那次 宛如弯心的断尾之痛 这天雷带来的伤 倒是逊色了不少 想到断尾 凤九的心口一疼 那个人 没有来 昏迷的这三个月中 她不曾做过一个梦 也自然就见不着那人 又或者 是她根本不愿出现在自己梦中 当真是断的干净 竟连她一丝痕迹都寻不着 帝君 你当真忘记 久了吗 她有些害怕 我想出去走走 凤九苦笑一声 说道 你才刚苏醒 还是歇着好一些吧 子华关切的看着凤九 不必了 睡了这么久 也该出去活动活动 我自己一人走走 不用你做陪 她摇摇晃晃的下了塔 静止向狐狸洞外走去 凤九先去了一趟陶陵 询问哲言上神自己的惊况 在小叔和蛇言的一番解说下 她总算把这三月来她身上的事情了解个明白 她受两道天雷 伤及鲜缘昏迷 只剩子华一人日夜不眠的守在她身边 仅此而已 果然没有那个人的半点消息 她的身体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可心口雀仍旧是疼痛不止 空落落的 她居然连自己非生上仙之时 也不来看一眼 她当真如此厌恶她吗 那日继位之时 说了没什么可惦念之类的话 竟是真的 她当真不再惦念她了 凤九的心里满是愁怀 不甘和欲解 不知不觉又走到了往生海边 她在这里醉过无数次 也做过无数次同样的梦 那便不在乎多这一次了 在梦中 许还能见到那人的身影 就算是虚幻的 也能让她的心好受一些 凤九又一次搬着折颜珍藏的桃花醉 喝得晕晕乎乎 如往常一般 子华抱着她 走回寝殿 放在榻上 夜风吹进窗的 丝丝桃花味 让她越发控制不住自己 自凤九受伤 她就一直在隐忍 将自己一片真心 收在胸膛深处 等到她醒来的那一天 全部说给她听 现在她终于醒来 又以为在梦中 说的话掏心掏肺 她再也认不住了 久儿 我一定会保护好你 一定不会让你再受伤 你是我的 我也是你的 你愿意 要我吗 凤九的灵台此时一片混沌 朦胧中只发觉 有个紫衣白发的身影 在对她说什么 她听不太清 直到最后一句 你愿意要我吗 她以为是梦中的帝君 在对她吐露忠常 还用了吗 她早就知道答案了 久儿愿意 她露出一个天真的笑 勾着她的心 久儿既然已经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你 那必然是心甘情愿的 你给什么 我都是愿意要的 这话片有几分暧昧 梓华听着 心里是高兴的 那火焰燃烧的 越来越旺 无法控制 她脑袋里的弦崩断了 几乎是凭本能 她躺在她身边 将她拥在怀中 久儿 就着久劲 凤九的脸贴了上来 两唇相交 心中的火焰遮蔽了梓华所有的礼制 裹着云被 二人呈一副春风画卷 第二天清晨 白真上神走进狐狸洞的时候 她二人仍是同床共枕 相拥而眠 白真将折掩的药放在暗头 当即退了出去 这二人竟发展得这样快 看来不日便能向四海八荒昭告 奉九有王夫这件事了 此时此刻 她可不想打扰这小两口 不然她们醒来 自己会遭怪罪的 然而事实的发展 却与白真所料大相径庭 醒酒之后 奉九仔仔细细的回忆了一下 昨晚发生了什么 她意识到自己被子华轻薄了 她就这么失了真结 虽然那东西 早在凡间的时候就没有了 可按清秋的规矩 这种东西一辈子只能献给一个人 万不能有现在这般 再将她给了第二人的道理 梓华 她怎么可以这样 她怎么可以随意的夺走她的真结 若是原来 奉九对子华还有些许好感 认为她是个可以交心的朋友 可经此一事 那好感被磨得几乎殆尽 取而代之的是恐惧 逃避和愤怒 她紧紧抓住耐方云背 脱离子华的怀抱 缩到石床的一角 浅眠的子华自是感受到了她的动静 刚醒来的子华是高兴的 她日思夜想的一晚终于发生了 全身上下皆是被满足的愉悦 她以为她也会高兴 可当她睁开一眼 望见缩在云背中瑟瑟发抖的凤酒 她愣了 为何她会如此恐惧 难道昨晚没有让她身心舒畅 她竟如此厌恶她的亲近吗 子华的心狠狠地痛了一下 看到凤酒发抖 子华本能地伸出臂 欲将她揽入怀中 可手离得近了 却听到一声力喝 你别碰我 子华的手盾在半空 久儿 你为何如此厌恶我 你不该趁我酒醉做语举之事 你答应了我 说愿意要我 还说这是心甘情愿 子华现在的表情 带着无辜和祈求 凤酒想起来 自己在梦中 似乎真的是说过如此一番话 可那时她明明是对着帝君 才说得出口的 大概是酒醉后 灵台混沌 将子华当作了帝君罢 既然如此 那便更做不得数了 那些话皆是我最时所说 那时灵台不甚清明 自是做不得数 凤酒的言语间 带着冷风 一阵一阵 吹进子华的心中 将她的心冻得透凉 我自己一个人出去走走 凤酒渐行渐远的身影 抛下一句话 不要跟着我 子华没有任何反应 就那么站在原地 为挪一步 也为说一句话 她本来被五热的一颗心 此时如掉进了千年冰窖 她以为她的真情终于有了结果 她终于回身看到了她 可一切竟是她一厢情愿 现在他们之间 竟生分到这样的地步了 她要把她弄丢了 不能这样 白浅上神刚行至洞口 便见小九 慌慌张张地跑远了 她也为太在意 只当是对什么来了兴致出去 胡闹去了 她此番来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二哥白衣上神 有意让子华与凤九结缘 想来面见一番 奈何北荒事务 凡多抽不开身 只得派了相对清闲的姑姑 白浅上神代为处理 白浅是来探一探子华的底细 看她究竟是对小九 是何种想法 她入了寝殿 却正正瞧见子华呆立诗神的这一幕 以白浅和叶华 在一处多年得来的经验 一下便看出这二人是吵架了 而子华现在这般反应 恰恰说明了 她对小九是极在意的 那剩下的事情便好办了 至于小九 她并不担心 她的孩子心性 哄一哄就回心转意了 自那日凤九飞升之后 子华逐步给白家人 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他们距离力争了一番之后 还是白真和哲言占了上风 认为只要那人对小九好 且小九喜欢便不反对 他们在一处 白衣上神虽是个严妇 但凤九毕竟是她的亲生女儿 说不关心是假的 也没有过多的计较这王夫 能否帮衬着凤九的地位一事 她已飞升便可靠自己的力量 治理好东荒了 那王夫自是要找一个和凤九新意的才好 他们已然接受了子华 现在全看子华自己的心意了 心中将子华当做了自家人后 白浅关切地问道 子华你怎么了 子华对白家其他人不甚亲近 可姑姑毕竟是开了她原心之人 她其实是存了感激之心的 她也知道 眼前这位上神将很大程度上 影响她和九儿的关系 可她不知如何严明方才的状况 她要顾及九儿的颜面 和小九吵架了 那没关系 一小九的星子 你费心哄一哄也就回来了 白浅是头一次提点别人的情思 也没法分析出什么天花乱坠的词早来 道是你现在可以回答我 是否喜欢我们小九了吧 现在的子华可以斩钉截铁 不加思索地说出 我喜欢她喜欢到要了命 白浅不由的遗乐 当真是年轻一辈 随随便便就说出这种地老天荒式的誓言来 我呀也不用听你这些个海誓山盟的话 白浅捋了捋袖子 你只要告诉我 你愿不愿意娶她便是 子华愿意 若让她娶酒 她便是舍弃一切都愿意 她盼了很久的 甚至她感觉比她的记忆都要久 这时总算是有了一个眉目 她怎可不把握 她身影一幅 双手撑起 给白浅行了一个大礼 姑姑 白浅被她这突然的举动 吓了一下 可不过片刻便恢复了冷静 好了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不必行太重的礼 我们青秋一向民风淳朴 两人你请我愿便在一处 平日也不虚行过多的礼数 随意便好 只是有一点 若是你欺负小九 我们可要按青秋礼法处置了 不会 白衣上神听闻了 今日这来龙去迈之后 甚是欢喜 白家一众上神 便迫不及待地敲定了奉九 与紫华的婚室 约在十五日 于狐狸洞举办祠礼 青秋行众里的机会颇少 青秋子民听闻女军大婚 都兴奋不已 大张旗鼓地操办起来 待大婚的消息 传到奉九的耳朵里时 已行多日 无可挽回 他知道 阿爹决定的事情很难再改变 更何况是自己的终身大事 若自己再跪在阿爹面前求他退婚 又免不了一顿鞭子 他们都知道他不愿嫁 却又逼着他嫁 若是去劝紫华呢 没有用的 他了解紫华 糊足一根筋的性子 他又是个俊脾气 劝不动的 而且自己现在 并不是很想见着他 奉九手拖着塞 坐在哲言的酒窖里 以着一罐又一罐的桃花醉 脚边还有数个空了的桃罐 一看他便是在这里寻罪多日了 可他越是醉得深 心中的那道身影便越清晰 他也越想要逃开 他觉得自己无言见他 也无法见他 现在竟比与他别离时 还要痛苦 他不明白 他为何会变得如此悲惨 也许怪就怪在缘之一 自上罢 若是没有那初遇 也便不会有终局 他想逃 可又能逃去哪里呢 青秋不能呆了 他与四海水军的交情又不甚好 一族与魔族更是龙潭虎穴 九重天是伤情之地更是屈不得 四海八荒都没有他的容身之处 如此便只剩下凡事了 子华这多日来都沉浸在 即将迎娶凤九的喜悦当中 可见不着他的身影 他便焦急地寻找着 寻着他的仙泽 子华站在酒窖洞口 正正地看着坐在地上伤情的凤九 他像是被人在心口上捅了一刀 他不知为何凤九如此抗拒他 竟连个机会都不给他 他缓步走下楼梯 在他面前轻轻俯身 将他轻柔地涌入怀中 一下一下地拍着他的背 不要哭好吗 他看不得他如此伤心难过 凤九的灵台本来不甚清明 传来的温热却让他回了神 看见抱着他的紫衣身影 眉头一皱 双手抵上他的胸膛 欲将他推开 你来做什么 我不想看见你 子华健壮 双手一紧将他锁住 不要这样 好吗 九儿 不要叫我九儿了 凤九现在听见这个名字 只觉烦躁 挣扎着 只想脱离他的怀抱 你不该如此一举 是我的错 求你不要如此拒我 不要 凤九的话如利剑 一道道刺入他心里 让他生了恐惧 他不敢松开他 他怕这一松开 他便不见了 已经没用了 白烟一晃 一只九尾红胡 从他双臂中窜出 头也不回地 跑向了外面 又一次只剩子华一人空力 在原地 果然还是太快了 伤了他 他不想强迫他 只得顺着他的意来 现在 只要他在 他便感恩戴德 他只求与他的大婚 能够顺利 而后的一切 他会清尽一生去做 将他活生生的一颗心 掏出来 乘到他面前 来日方长 他总会找到办法 让他接受他 爱上他 这么想着 他顺手 抄起一个桃罐 破开泥风 一股清流 带着桃花香气 悉数灌入他的喉咙 火辣辣的感觉 直冲上他的头顶 他的眼神当中 多了一些绝绝 桃罐落在地上 九角当中 早没有了那银发的身影 几日之后 青秋东荒鸟兽和鸣 红愁从十里桃铃 一路挂到了狐狸洞前 山谷中 四处皆能听见欢快的 鲜乐之声 一纸红铁 将四海八荒有头有脸的神仙 接请到了狐狸洞 此是青秋东荒之君的席帖 胡族 今日要举办女军的大婚之礼 这可是百年难得一见 席帖上醒目的两行烫金字 明明白白的印刻上两个人的名字 白凤九 紫华 喜铁方才发放出去 便是四海八荒都为之洞了一洞 其中以九重天为圣 天族大部分人并未听过紫华的名号 也未见过其真容 不过他们觉得 既是能让女军和青秋白家看上的人物 必是身份不凡 势力雄厚的 他们想不到与女军成婚的只是一只 不明来历的久违子虎 另一部分人还记得几百年前 在天宫闹得飞飞扬扬的传闻 可是到如今 却在无人敢提及 当年的事件已无后续 女军今日也要嫁人 而帝君她老人家还在闭关 当然事实并非是如八荒众仙所料的那样 还有几个人在为眼前的事实交集 譬如司命连颂和成玉 一连寻了几月 连三殿下半分线索都未寻着 眼看着小殿下即将成婚 帝君却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这急坏了一心想促成这段姻缘的三人 这是青秋亲伴的婚礼 他们也无法公然阻止 难道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小殿下嫁人 那若帝君回来听闻此事 他们该如何交代 我去看看凤九 他追了帝君那么久 不可能如此简单便放下了 成玉一个闪身 向狐狸洞去了 三殿下 我们现在该如何办 怎么着 也得替帝君将小殿下留住啊 司命心急如焚地来回夺步 将难题抛给连宋 司命 这子华摆明了不是小殿下的良人 你和我去一趟寒山真人呢 跟他说一声先不要录入青秋烧过来的名单 三殿下灵机一动 想到了个不寻常的办法 四海八荒的大婚礼 皆有同样的一个环节 便是同济天地之时 将二人的名单 烧给女娲坐下 掌管昏眉不子的寒山真人 待二人的名字录入 方算是喜结连理 若是名号未被录入 那这大婚之礼也算不得数了 何况有三生石在哪 他有把握阻止寒山真人录入凤九的名号 如此一来帝君便还有机会 做了十几万年的老友 连宋觉得还是要帮一帮他 东华 改日你一定要还我这个人情啊 连宋摇了摇头 与司命腾云而去 此时狐狸洞中 凤九呆呆地望着手中雪白的信纸 几日前 他特意去找了一趟折颜上神 要了两坛桃花醉和这传一信纸 你要去凡间历练 开什么玩笑 折颜听 罢奉九所言的决定 面上露了交集之色 几日后 就是你和子华的大婚之礼 你现在走 至青秋于何地 至子华于何地 他对我做那样的事 我还是原谅不了他 凤九此刻的面色 已有几分苍白 你还是忘不了东华吗 折颜 不 白家所有人都以为 凤九是爱慕子华的 没想到 那竟是错觉 凤九自始至终都没有爱上过子华 甚至都未将他当作东华的替代品 也是 按九尾狐一族死心眼的性子 怎会如此容易便宜了请呢 你要时常来看我 折颜 凤九的眼角已挂着一滴泪 还有 我走后 和子华说 我已孤去了吧 不要让他来找我 你何苦如此啊 丫头 折颜看见凤九如此模样 忍不住的心疼 他从未见过小丫头 如此决绝的表情 究竟是谁将他逼成了这样 是青秋的军卫 是白家的期望 还是东华的拒绝 他们都知道 凤九表面看着天真烂漫 可那里却是各时打实的绝情中 比他姑姑都要冷心冷肺 一颗麒麟珠 只不过是无法在青秋种火 他便彻底气了再不实用 不到绝望处 那小丫头是不会这样的 我已对不起帝君 也愧对青秋长辈 更不想误了子华 所以 让我一人静静 许是过了些时日 我便能彻底放下了 折颜之道于此事 他无法阻止 这孩子的倔脾气随了白意 他只得摇摇头将信纸 递到他手中 记得若是遇到什么困难 第一时间通知我 凤九回过神来 眼里闪过不可言说的决意 他起身 带着屡屡白烟 消失在狐狸洞 只留下桌上墨迹未干的一封别书 凤九已是上仙 应当努力修炼 早日迈向上神之路 故决定去历练 至于大婚一事 凤九之错 请阿爹带我回来之后 再做责罚 请不要寻凤九 他日凤九自会回归狐狸洞 不好了上神 女君殿下不见了 大婚之日丢了新娘 白家上下集的如热锅上的蚂蚁 身着大红喜福的子华 听过禀报 便像是丢了婚似的冲出门去 白浅一个扑空 子华早已不见了踪影 这丫头真是胡闹 白衣上神又气又急 面色通红 若是知道她去了哪里 我定是要打她二十遍 她爹你就别说了 现在找到凤九要紧啊 凤九娘在一旁边流泪边帮腔 胡蒂白纸在一旁怀抱着泪流满面的胡后 连连叹气 这丫头要是出了什么事 叫我们怎么办 急脾气的白浅 二话不说就要冲出洞去 被叶华一把拦住 浅浅冷静点 别动了胎气 那早已冲出门的子华 一路来到了网生海边 没有酒的身影 她又一个换身冲进十里桃林的酒窖 没有她的身影 她沿着十里桃林狂奔起来 双眼布满了血丝 蛇烟看见她这副样子 不免吓了一跳 她迅不追来 一下拦在子华面前 放我过去 嘶哑的喊叫震落了片片桃花 你何苦这样 我要找到她 我一定要找到她 子华眼神涣散 眉头紧皱 脸色实在不好看 她把她的红狐狸弄丢了 她竟然都来不及抓住她 她以为只要行了婚礼 她便可陪在她身边 却没想到她竟连这个机会都不给她 她不要她了 那便换她来追她 久儿 这一次我来找你 那一日 四海八荒传遍了 青秋的大婚之礼丢了新娘 女君不知所踪 铺了一个空的成狱 恍恍惚惚的将这个消息带回给了连颂和私命 本就因帝君失踪 而憔悴的私命现在更加忧愁 帝君没找到 小殿下又失踪了 这该如何是好 白家一众上 神接闭口不言 子华则是不要命似的 在五荒土地上搜起人来 时间乃是神仙最不缺的东西 她以为几个月便可找到她 谁承想凤九一走便是三百年 类估了 sym之一